简陋王这个头头 当得有多心酸 小老弟的爱子出了事 他竭尽全力没护住 得 这下好了 人家一定要挑子 不干了 今儿个精神衰弱 明儿个腰酸背腾 临近年关 一个卧床不起的立步上书 还怎么给他走关系 维持着脉 小老弟这职位 一时半会儿 还真没人能替得了 简陋王无奈之下 只能想办法 先让他打起精神 好在还有个最会出主意的般若 翻案吗 当然是不行了 但也不至于山穷水击 身居高位 很快简陋王的手下 就在街头找了一个流浪汉 模样呢 跟小老弟的儿子 至少能有八分相向 在牢内放两天 再刻意装扮一下 文远博绝对看不出破绽 小老弟看着儿子的替罪羊 开心呀 激动呀 像 真像 在他们眼中 这条无辜的人命 压根不需要多加考虑 只要能瞒过众人耳目 达成自己的目的就够了 这件事还需隐秘 一切听齐大人安排 达这日起啊 小老弟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整日里风风火火的 又能给简陋王办事了 就连同僚都在感叹 何静忠的病好了吗 等消息传到梅长苏耳朵里 他也纳闷呀 前些天还卧床不起的人 竟能突然精神百倍 加班加成零零期 或许无奈之下 会让刑部在何文兴的身上 用了什么办法 狄舵主 还得是你啊 梅长苏也没想到 收个牌子不仅买一送一 还不用自己主动出售 只要把消息透露给谢玉 东宫自然会替我们 去料理之后的事情 谢侯爷这一回可高兴了 玉王为了一个小小弟 竟然敢冒着风险 来了招换死球 好呀 活该他再搭进去一个 而且呢 按理说 把儿子救出来后 就该直接送得远远的 可这父子俩倒好 偷偷摸摸藏了一整 又赚回自己府里去了 玉王这个年 可就过不好了 小小弟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 深更半夜 扯着好大儿去往外送 爹 我不想走 快走吧 何大人 侯爷 侯爷 文远博在一旁 气得吹胡子瞪眼 小兔崽子 杀了我儿子还想跑 他大步上前拎着俩父子 直接闹到了皇上面前 这下玉王是彻底麻了 大过年呢 为了救一个吏部尚书 搭进去一个刑部尚书 谢侯爷做得还真觉 大半夜把事搞这么大 就算皇上有心偏袒 也做不到了 另一头呢 玉金也给景锐 会声会色地讲了一遍 说起来都是朝中六部重任 做事竟然如此龌龊 这朝里大臣都怎么了 景锐说完才觉得自己失了言 可玉金却听得连连点头 平日里两人潇洒惯了 没想到他对朝局竟有这么深的见解 请受小弟一拜 玉金本就通透豁达 这边话音刚落 他脑子一转 立马就意识到了什么 哎 景锐 你说苏兄 他会不会根本不是 什么 大神的直觉就是不一样 没上苏小牌牌一撂 却没一点开心的样子 因为啊 年前这段时间 还发生了一件 匪夷所思的大事 男人无意中发现 官船运来的货 竟然不太对劲 我叔哪有这么差 刀像是铁皮 你懵着 问这么多干嘛 景王跟户部尚书 就在旁边看着 一听运的是什么生鲜果皮 便猜到了里面肯定有鬼 果然啊 这个头头心里明白得很 赵大哥 这两宿官船也夹带着黑火 好嘛 竟然是江左萌的人 小伙计追了又追 可转了几手后 还是跟丢了目标 等汇报到十三线上那里时 所有人都在替梅长苏担心 六艘船的火药加在一起 万一被有些人利用 怕是能直接炸了整个京城 为此啊 江左萌直接派出了 大批人手在暗中调查 终于找到了一点线索 可这汇报人 说话呀 属实有点啰嗦 给大家概括一下就是 六艘船里的黑火 有四艘运到了一家私炮房 年关将至 炮竹价格暴涨 原本只有朝廷才能制炮售卖 且收入名气都有记录 可户部原先那个上书楼知境 就是被蓝园藏尸案 干掉那个坏蛋玩意儿 在任期间 偷摸开了个私炮房 给太子和自己赚外快 如今他虽然倒了 可太子舍不得这份暴力呀 于是冒着风险继续干 结果还被新上任的 户部上书沈追 查到了线索 公鱼略有些失落 而梅长苏得知了来龙去脉 竟然吩咐盟里的兄弟 可以将所有信息 一应都放给沈追 比起太子的这个私炮房 他更担心的 却是另外两艘黑火的去向